老师们回来了 这一次太适合了 这个 老师 还到我这儿呢 妈 你能不能不要一大清早 总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早晚哪给你吓出病了 哎呀 至于那么点小伙 做啥亏心事呢 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 在您的监控下 我能逃出您的发言吗 您呐 我说一句 你指定十句在那嘎子等我呢 啊 麻溜的吧 别磨叽了 只要再不出门我跟你说 真赶不上趟了 几点了 还半个钟头 麻溜的啊 别磨叽啊 直打个线上脚子下 扎耳朵眼 一天呐 哗呀哗呀哗呀 我呀 这够伪的了 我啥呀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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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我跟你说那些事就怎么办 好 我下午就去那边一趟 嗯 有什么状况随时联系我 放心吧 陆总 诶 刘玲啊 你不上来啊 嗯 我坐下一班 来 陆敏 你这两天好吗 有什么 西诺柯这个问题 是以什么样的身份问的啊 哥哥 我的老板 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的身份啊 你希望我是用什么身份问的啊 你希望我是用什么身份问的啊 有些事情 战的立场不同 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 其实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我总是能清楚地记得 徐诺哥笑的样子 也总能清楚地记得 徐诺哥说一辈子都要照顾我的样子 可是我清楚地知道 徐诺哥的心已经给别人了 我的心即使给了别人 但是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那如果我告诉徐诺哥 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也从来没有改变 你会不会劝我放手 有些事情现在告诉你 对你来说太残忍了 但是等到以后你会知道 你现在的坚持是错误的 也许是你错了的 我一度想去找琉璃 我想让她把你还给我 可是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 我的确是可怜的一向情人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 你是抹不掉的 你对我一辈子的承诺 你也是抹不掉的 月明 你在担心什么 我从来没说过 会不照顾你 可是你的照顾 跟爱情无关 不过没关系啊 就算你跟琉璃在一起 我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会是你们永远的长安 玉米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我也不想了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我也想让我自己笑 我也想让我自己开心 可是我做不到 这种失望感 真的是太强大了 强大到我连我自己 都不属于我自己了 新的哥 你要没有事情的话 我就先出去了 得到你 您 бы不停 没有事 就要给我 数据 你呢 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为了你打败 我紧着脑子进水了我 卢西诺 你花心大萝卜 你就是个王八蛋 大王八蛋 我是倒了八辈子没了吗 我才会被你亲 你真的等我电话了 我没有 你以为那天你就那么一吻我 我就爱上你了 我才没有呢 真的 你没有爱上我 当然没有了 我又不是陈青小女孩 还会被那种莫名其妙的吻 我就沦陷了 绝对不会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什么意思啊 说实话 那个吻 我后悔了 后悔 对 因为你总是口实行为 你嘴巴说着不在乎 可是你心里早已当真了 这样的你 我招惹不起 那天的事还是忘了 剩下以后就能干啊 露西诺 我好不容易下定觉醒 鼓足勇气跟你在一起 你不真的想放弃吗 你真的想放弃吗 我假如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是杨阳呗 怎么了 你失忆了 谢谢您老人家还记得我 现在你这个样子 我快认不出来了 你看出来了 我是谁 你是谁啊 咱俩什么关系啊 说吧 是不是见到陆希诺了 然后呢 你知道吗 我今天 你看我穿成这样 我什么时候穿成过这样 我打扮不都是为了他吗 我知道他出差回来了 结果在电梯口 我做足了表情 要跟他微笑 从来没有那么见过 韩总总 您好 没理我 没搭理我 直接人坐电梯上去了 村走了 我面子能搁得住吗 我肯定不能跟他上电梯啊 我急死了 我到公司天上 我大骂了一顿我 再然后呢 再然后呢 再然后他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那最后呢 最后他告诉我 千万不要爱上他 就这么over结束了 他以为他陆希诺是谁啊 我会爱上他 自恋狂 刘大骞 你就想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从来就没有开始过 谈什么结束 可是在我们心里你们已经开始很久了 刘大骞 就像你当时跟我说的一样 有些事情是要面对的 现在轮到你了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当面再问问他 不问 打死都不问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鼓足勇气跟你在一起 你真的想放弃吗 我 怎么 你是遭受拒绝不甘心 还准备纠缠不清吗 为什么 给我一个理由 没有 他鞋带开了 当然不愿意跟你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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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乖 心里面藏了那么多事 是不是很难过 从无锡领她回来之后 这是她第一次说话 也是她第一次睡着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叫你妈妈 但是 谢谢你 她就是那个理由吗 妈妈 妈妈 乖 妈妈 怎么会这么取着离奇啊 好 你怎么能就这样把这孩子带回来啊 你知道我妈把你拉扯大 容易吗 受老罪了 你知道带给孩子要付出多少心血吗 傻呀你 怎么可能 好况她有严重的自卑症呢 是啊 你说这个行为 你说 你说咱们是不是对她太不了解了 可是你说我咋看 我也不觉得她是干埋在事儿的孩子 是啊 我也没觉得呀 哎 哎 哎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她今生的啊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你还敢带回来 哎 哎 就算这孩子没有妈妈了 可是她那么代托 一会儿 至少会影响你跟陆希露的发展 就是绊脚式你知道吗 是啊 我跟陆希露 没有什么发展 说啥 咋了 说啥 妈 孩子都两斤都没吃饭了 你到厨房给做点好吃的去去 嗯 凌亚 啊 你打算把这孩子带到啥树上 我哪知道啊 孩子那么可怜过呢 走不能不快 哎呦 妈呀 你说这人是善良好啊 还是不好啊 那不咋那么能闹我心呢 我说刘大姐 你是真三二百五啊 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你看 你还是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呢 哎